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无碍深夜 雨夜 溢夜 诸无碍佛国土 得无碍成就众生智 或无碍调伏众生智 放无碍光明 现无碍光明广 示无碍广大变化 转无碍清净法轮 得菩萨无碍自在 这里所提到的无碍呢 有四种层次的无碍 第一是三夜的无碍 第二是气世间的无碍 第三是众生世间的无碍 第四是智正觉无碍 成就的这个无碍呢 你就到哪里都没有障碍 对什么众生都没有障碍 随所住处很安乐 那这个无碍三昧就能够让菩萨常得清净无量诸佛 做诸佛事 少诸佛种 表示这个智慧 这个无碍的三昧 是最终极的三昧能够对一切智 对于一切智有总观 有别观 总观一切智知道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 别观一切智知道这个法的差别相 所以可以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在这个三昧当中 与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 都能够体解 而且依着菩萨的广大愿行 时常的休息 所以这个广大愿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但是要如何真正成就广大愿 而成为像普贤菩萨这样子的菩萨呢 最重要的普贤菩萨的愿 还加了后面的这一段 叫做不断不退 无休 无涕 无倦 无舍 无散 无乱 常增进 横相续 普贤菩萨的愿最大的特色 叫做无有体验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无有体验 那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在到这个无碍的境界 我们会看到如何称为无有体验 所以他在问 何以故 此菩萨于诸法中成就大愿 这大愿大家都会发 但是呢 有猛心一发 长远心难持 那对于这个大愿 我们刚刚开始呢 就学习 要发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精试愿段 这些种种的四红试愿 在刚开始发的时候呢 是因为他自己做不到 觉得自己怎么突然一下子呢 好像要去做这么大的事情 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 或者是要做一个永远的承诺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 一个没有尽头的未来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在原来的生活经验当中呢 是虽然有做计划 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短 所以我们能想的就是 下礼拜的事情 下个月的事情 明年的事情 乃至于十年内的事情 那你在想如果我们今天呢 承诺了这 这个譬如说 我们现在来约二十五年之后 我们还是在云端 继续来恭送华严经 你光是想象你的二十五年 就已经开始超越了 你现在这一生的思维 因为有的人现在七十岁了 二十五年已经九十五岁了 那我怎么有可能到那个时候呢 所以呢这是有限的思维 原来有限的思维 来学习无尽的佛法的时候 你要如何扩大自己的心量 就是要靠愿力来帮助自己提升 扩大自己的有限思维 于是我们会看到所有的菩萨 他都一开始都是先发愿 先做一个永远的承诺 然后我们呢 在这一生就不要着急 怎么样的不着急 因为我们是靠生生世世的接力 而圆满这个愿的 那如果我们的思维 是用这种横跨十方三世的方式 打破十跟空的限制 这时候你的心量广大 你对于眼前的障碍呢 就能够比较容易 有力量去跨越它 所以呢这个是菩萨 为什么一开始就教我们 要成就大愿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要扩大我们的心愿 所以呢菩萨 每一个菩萨 其实一开始都做了一个大愿 那其实我们在看 那这个也就是因为他发了愿 所以他可以称为菩萨 所以很多人说 这学佛啊 我们有很多选择 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佛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成佛 说我就是离苦得乐就可以了 所以在佛法里面 有三圣 有小圣 有中圣 有大圣 有升文圣 原觉圣 跟菩萨圣 这三种选项 那升文圣 原觉圣 跟菩萨圣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的心的终极目标 是什么 那菩萨呢 选择的菩萨圣 之所以选择 不是因为他被规定 被赋予这个角色 他叫做菩萨 而是因为他就是发了这个大愿 所以他称为菩萨 菩萨摩赫萨 发大誓愿 利益一切众生 度脱一切众生 乃至于到最后呢 还是要依照什么 依照无有疲验的这种观念 这种态度 他才可以成就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立了无量大愿 度一切众生 心无厌倦 那为什么心无厌倦呢 其实因为当他开始 发起大愿了之后 当他的心扩大到 无穷无尽的法界的时候呢 他更容易体解 真正的如实之相 他更能够了解 原来这个世界是无二的 所以他的心跟法界 已经没有差别了 所以心如法界 广无边 那在这些无有差别的境界当中 他真实的了解 原来不管是长 或者是短 快或者是慢 易行道 难行道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因此 让他的心能够真正了解 平等法界的时候 就不会生起 疲验之心 所以我们会疲验 是因为啊 自己的智慧不够 心量不广大 这边有一个批语 菩萨 摩赫萨 有一朵莲花 这朵莲花呢 具足一切的庄严 这莲花不是从土里养出 长出来的 而是从一切善根累积所生起 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他就坐在这一朵莲花之上 他的身形跟这个莲花 是没有差别 那没有差别是什么 这莲花呢 已经广大到片满法界虚空 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片满法界虚空 与世界没有差别 所以住在这种境界当中呢 当然你到哪里都很自在 就没有障碍 所以这个叫做无碍伦 菩萨摩赫萨 住此三昧 视线如是神通境界 无量变化 悉知如幻而不染灼 安住无边不可说法 所以知道呢 这一些世界没有差别了之后呢 所有的大愿都能够成就 所以菩萨摩赫萨入如是大威德三昧志伦 则能证得一切佛法 则能去入一切佛法 则能成就 则能圆满 发大愿呢 他会让我们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你发了大愿 你的心扩大了 更容易证得真实的平等法界 证得真实的平等法界的之后 你知道这个大愿呢 就是念念都能够成就 所以你要圆满大愿 是没有困难的 以大愿来导行 以行而圆满大愿 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菩萨摩赫萨的普贤行 就是这样子的境界 所以此菩萨摩赫萨 祝普贤行 念念入百亿 不可说三昧 然不见普贤三昧 即佛境界 庄严前济 何以故 知一切法 究竟无禁故 知一切佛则 无边故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入了这个普贤三昧 那到底什么时候 会结束这个工作呢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休息 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 他说这个时候 已经看不到前济后济了 没有看到边济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普贤三昧呢 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超越我们有限的思维 而入了不可思议 那普贤菩萨 进入这个普贤三昧的时候 有这个大三昧 诸佛献前 诸佛献前 第一个诸佛要来受祭 第二个诸佛要来开释 第三个诸佛要来灌 所以菩萨呢 得到了这种 佛的加持之后 就能够一直不断的广度众生 那这个第十个 吴爱伦清静三昧呢 已经是到了普贤诸行的彼岸 彼岸就是波罗蜜 就是圆满了 好 那菩萨住此三昧 那就等于跟佛一样的境界 就是十种法 如同诸佛一样的 那这时候呢 既然已经大功告成了 普贤 普也菩萨 他就问问题了 普也菩萨问哦 他说菩萨摩赫萨 既然能够 已经是等同诸佛 为什么不干脆 直接就叫他佛呢 为什么不称他为实力呢 为什么不称他为一切智呢 为什么他现在还要继续修 都不修习呢 何故不能就近法界舍菩萨道呢 菩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叫做 佛而不再称为菩萨 他什么时候能毕业呢 普贤菩萨就来跟普眼菩萨讲 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 常常觉得很多字句 很多内容都一直重复 从一开始 实信 文书菩萨就教大家 要当愿众生 一开始就在讲要发愿了 那到现在呢 已经大功告成了 还是又是发大愿 那到底有完没完啊 到底是什么时候 才会结束我的这个愿呢 所以普贤菩萨呢 就来告诉一切大众 善哉佛子如如所言 若此菩萨摩赫萨 同一切佛 以何异故 不明为佛 乃至不能舍菩萨道 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看完这一段 大家就能够知道 到底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不称佛 为什么永远都是发大愿 到底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 菩萨摩赫萨能修 去来今世 一切菩萨种种行愿 入至境界 择名为佛 好 那于如来所修菩萨行 无有修习 叫做菩萨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 如来诸力 皆膝已入 择名为实力 虽成实力 行谱咸行 而无修习 说名为菩萨 差别在哪里 再来一次 知一切法 而能言说 名为一切智 虽能言说一切诸法 于依依法 善巧思为 未尝止息 说名菩萨 好 那再来 我们再举一个例 了知法界 无有边际 一切诸法 一项五项 适则说明 究竟法界 舍菩萨道 虽之法界 无有边际 而知一切 种种意象 起大悲心 度诸众生 尽未来记 无有疲验 适则说明 普贤菩萨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四个字 叫做无有疲验 原来 佛跟菩萨的差别 佛跟菩萨的智慧 是一样的 等同于 一样的位置 但是菩萨 跟佛的差别 叫做不休息 叫做无有疲验 那意思就是 佛是休息咯 不是 表示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菩萨行 你之所以称为菩萨 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不要休息 你自己不愿意 有停止的一天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佛 要不要让你毕业 所以菩萨 为什么能够无有疲验 当这件事情 产生疲验 我不想做了 我不要玩了 其实是一开始 你的选择 你本来就是准备 熬过这一段 就要退休 我做完一段时间 我就要去闭关了 我做完什么事情 我忍耐 我不断的去努力 目的就是希望 有一天可以 什么都不用做 那这就是一开始 你的发心 其实你是以 疲验之心 有限之心 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一开始就打定 我就这么做下去 直到成佛之后 还继续忙碌 这时候你就叫做 普贤菩萨 所以乳因观此 菩萨摩赫萨 不舍普贤行 不断菩萨道 见一切佛 正一切智 自在受用一切智法 如果这个世界 是平等无二的 你当菩萨也好 当佛也好 当身文 当圆觉 当任何的角色 乃至于当众生 到地狱 到恶鬼 到畜生 乃至于我们云云众生的 凡夫的状态 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这时候呢 菩萨摩赫萨的 一个 这个 无有疲验的心呢 就是让他 到哪里去 都已经 是能够安住了 这个叫做无碍 所以菩萨摩赫萨 安住如是 普贤行愿 广大之法 当之世人 心得清净 此世菩萨摩赫萨的 第十 无碍伦 大三昧 书圣心 广大志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普贤三昧 所以这整个 十大三昧伦 成就的 就是告诉我们 要做什么 四个字 叫做 无有疲验 可是无有疲验 是什么样子的 无有疲验呢 是大愿行 无有疲验 广度一切众生 无有疲验 行菩萨之事 无有疲验 那这个就是 普贤行者 那我们今天呢 讲到普贤三昧 普贤三昧 有十种 不同的 相状 叫做 十定 那这个十定呢 到最后 就近彼岸 就是普贤三昧 那希望大众呢 我们知道了 佛的实定 菩萨的实定 等觉菩萨的实定 接下来 我们在生活当中 还是要脚踏实地 时时刻刻 依着 我们一开始 进行品 当愿众生的 一种发愿 遇到任何人 事物 都能够 像第一次 见到一样 像第一次 我们来 诵读华言经 学到 要发大愿 这么真诚的 在佛前 发了这么 亲近的大愿 依持着 这个大愿 无有疲验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验的 就这么行 菩萨道下去 那这样子 就是圆满 我们自己 本身一开始 跟自己 所立下的 一个承诺 今天的开示 至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做得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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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